怀孕的宠妃故意从排阶上摔倒导致流程 为的就是冤枉一旁的妃子 淑妃 你何故要推我 淑妃闻言顿时白口默病 而一旁权力最盛的唯贵妃也一口咬力 是淑妃推了这个孕妇 此时刚进宫的秀女如意却语出惊人 是贤妃娘娘自己不小心 从楼梯上滑落下来的 并不是淑妃娘娘所推的 唯贵妃没想到一个刚进宫的秀女 就敢阻碍自己的计划 心中不禁盘算着要如何置她于死地 原来就在刚刚 后宫中地位最高的四位妃子 一同接受新入宫秀女们的败见 而相貌最为出众的秀女如意 成功吸引了唯贵妃的目光 得知如意出身小户人家 父亲只是个做木材的商人 唯贵妃毫不掩饰自己的笔 不禁出言讽刺如意的出身卑贱 这令如意瞬间红了眼眶 却也只能乖乖受着 随后唯贵妃当众宣布 秀女们进宫第一项首要的任务 就是准备先皇后继承的舞蹈 到时会在祭祀典礼上共同演出 随后嫔妃们交代好注意事项后 便要离开大殿 而唯贵妃的一个眼神扫去 身怀六甲的刘贤妃突然毫不犹豫的 从台阶上重重地摔了下去 当即捂住肚子疼地死去活来 书妃 你何故要推我 众人听着刘贤妃的话顿时大吃一惊 还不等书妃解释 唯贵妃就一口咬定是书妃推了她 书妃的侍女见状急忙为自家主子辩解 两位娘娘虽是一前一后 可是中间隔着好几尺远 是绝对碰不到一起的 可唯贵妃却不听侍女的辩解 立刻将矛头指向 同样跟在身后的德妃 你在她身后 你看见什么了 德妃心中明白 若是自己说出实情 便会得罪为同父后的唯贵妃 可她又不忍心让书妃含冤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好在她的侍女是个机灵的 立刻表示主子刚才只顾看脚下的路 并没有看到刘贤妃是如何滑倒的 德妃这才顺着侍女的话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而此时刘贤妃的衣裙上 已经进出了血迹 人也昏死过去 唯贵妃见状当即就要治罪淑妃 丝毫不听她的辩解 而这一切 都被大殿外的如意看在眼里 刚才如意亲眼所见 并不是淑妃娘娘所推的 唯贵妃没想到一个刚进宫的秀女 就敢这么大胆顶撞自己 心中不禁盘算着以后如何处置她 而淑妃有了如意这个人生 幸运地逃过了唯贵妃的毒计 事情很快闹到了皇上那里 经过太医的诊治 刘贤妃以后再也不能怀有身孕 皇上看着还在昏迷中的嫔妃 心中也是惋惜不已 这是唯贵妃假惺惺的跪地请罪 她掌管六宫 却让刘贤妃出了这样的事情 自己难逃其咎 但是希望皇上能够先惩罚罪魁祸首 一旁的淑妃当即跪在地上 想说自己是冤枉的 皇上却让淑妃起身 原来皇上对白天的事情已经有所耗了 有一个刚进宫的秀女 亲口指证是刘贤妃自己摔倒 唯贵妃再次听到如意的名字 对她的敌意再次加深 此事也不了了之 深夜唯贵妃来到了刘贤妃的寝宫 公然讽刺她身为嫔妃 却再也无法生育 本来就痛失孩子的刘贤妃 被这么一次解 心情更是跌到了低谷 原来刘贤妃之所以甘愿牺牲自己的孩子 也要听唯贵妃的话 正是因为她的父亲 必须靠唯贵妃的家族来提醒 我替你看了这么多为虎作长 上天爱礼的事情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唯贵妃听完依然不为所动 还让她懂得知足感恩 刘贤妃直到此时才明白 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怎样的恶魔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白死 刘贤妃当即就要将一切给告对皇上 谁知唯贵妃却丝毫不慌 反而猖狂地大笑起来 还说出了刘贤妃前两胎美宝 都是自己的手柄 听着唯贵妃的话 刘贤妃彻底崩溃 神情也开始变得恍惚起来 不禁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深夜秀女们听着门外传来的乌夜声 都在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循着声音的方向 众人断定是从刘贤妃那里传出的 却没有一个人赶出去一探究竟 次日一早 侍女就发现了在屋中悬梁自杀的刘贤妃 就在嫔妃们因为此事伤心的落泪时 唯贵妃却毫不同情 只关心自己多长了几条皱纹 而刘贤妃自尽的事情 也传到了秀女们的耳朵里 出入宫的她们被弄得人心惶惶 教导的管事叮嘱他们不要想太多 专心练舞 或许有机会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 如意摸着脸上的面具 说出了自己对舞蹈的不同见经 这瞬间让管事刮目相看 可秀女萧强却不同意她的看法 双方僵持不下 管事见状急忙从中缓和 明日就是玄灵舞的日子 让他们比舞不要迟到 次日天还没亮 众位秀女纷纷赶到了比舞的大殿中 只有如意一个人还在床上摊睡 好友徐慧急忙将她叫醒 两人这才及时赶到 可昨天还和颜月色的管事 竟突然变了脸 让如意和徐慧将秀女们的脏衣服送往冷宫 眼看就要到了比舞的时间 管事答应等他们回来再开始 两人这才放心离开 就当两人将一筐的衣服放下 准备离开时 却刚好碰到了拉着重物 意外摔倒在地的彭婆婆 如意见状好心上前帮忙 却被彭婆婆恐怖的面容吓了一天 她急忙压下心头的害怕 将麻袋中白色的粉末 从袋子中倒出来 怎么那么重啊 是人哪 如意闻言以为彭婆婆在开玩笑 却后知后觉的意识 麻袋里装的就是人的骨灰 两人害怕的头皮发麻 赶紧跑回了月房 却被其他秀女告知 比武已经结束 肖强拔的头愁成了灵雾 获得了与皇上共度一夜的机会 管事看着失落的如意 心中只能道一声可惜 原来就在白天 为贵妃的侍女找到了管事 并献上了千年难见的灵芝 收买管事让如意落选 管事虽是先皇后身边的旧人 却依然惧怕为贵妃的帝王 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可怜的如意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失落地回到了住处 姑娘刚摘下面具就被皇上判了死罪 你可知道你犯了死罪 原来自从如意落选后 便整日闷闷不乐 深夜她外出散心 意外走进了一个偏远的宫殿 一进门她就被悬挂在中央的面具吸引 如意小心翼翼地抚摸着 随即有感而发 戴着面具在宫殿中央翩翩起舞 想要弥补未能参加比武的遗憾 不料这是皇上一人外出 偶遇了在大殿跳舞的如意 虽然戴着面具 但如意的舞姿成功吸引到了皇上 两人甚至一起跳了舞蹈 但如意并不知道皇上的身体 只是纯粹地沉浸在舞蹈中 两人相拥在一起 气氛也变得暧昧起来 此时的如意也终于清醒过来 她身为皇上的秀女 是不能跟其他男人有接触的 急忙戴着面具落荒而逃 留下皇上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 很显然她已经将如意当成了先皇后 还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 次日先皇后面具遗失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皇上知道后 瞬间想起了昨夜与她共舞的女子 立刻派人一定要将人找出来 而本应该侍请了萧强 因为皇上的离开白白等一夜 皇上得知她与为贵妃是亲戚后 还是派人送给萧强一条玉佩以给安慰 萧强本是这批秀女中 最早得到皇上宠幸的人 可昨晚她却跪在殿外一夜 连皇上的面都没见到 这瞬间成了大家的笑话 次日排练舞蹈时 萧强更是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这一晕就是两天两夜 05的机会便落到了如意的头上 时间很快就到了先皇后继承的当天 众位秀女们准备好舞蹈献点皇上 可当如意要拿自己的面具时 却发现被人动了手脚 这赫然是如意从大殿中拿的那一只 原来的面具呢 怎样 坏了 怎么会在这儿呢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意来不及多想 无奈只能拿起面具开始表演 等如意一出场 众人的目光纷纷被吸引 更令人惊讶的是 如意戴的就是先皇后遗失的面具 唯贵妃得知灵舞的就是如意 当即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而如意心中也是异常震惊 高位上的皇上 竟是那晚和自己共舞的男子 眼看众位嫔妃都议论纷纷 皇上立刻叫停了表演 并让如意摘下面具 如意自知她擅自拿面具的后 忐忑地摘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犯了死罪 如意 如意不知 唯贵妃文言开始煽风点火 一个小小的秀女 竟然偷到先皇后的遗物 真是好大的胆 立刻吩咐侍卫将如意拿下 还劝说皇上要治她的死罪 得知如意就是当初替淑妃作证的秀女 又是那晚与她共舞人 皇上的心中不由地心软起来 这时淑妃主动替如意说话 表示若在先皇后的继承上大开杀戒 实在是违背了这场继承的本意 皇上文言这才吩咐侍卫 将如意赞压天牢听后发落 就这样本应该问斩的如意 被皇上放了一马 一旁的肖强见状 露出了看好戏的笑容 宴会后淑妃往自己请功而去 侍女不明白为何主子会帮如意说话 原来淑妃一直记得 当初如意仗义直言的是 今日算是还她一个人情 而淑妃早就看出 皇上已经被如意吸引 若是如意能够躲过一劫 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 大牢中的太监见有新人进来 开始肆无忌惮地欺负如意 还告诉她吃饭的规矩 想吃白粥便需要一两银子 如意见太监尽光明正大向她所回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如此过躁恬恬不知识 岂不知是像乌鸦阳令人反胃 太监闻言气愤地打开牢门 拿起鞭子向如意打去 却被如意的气势吓住 你今天要是想打我 你就把我打死 这嘴 要我都有招一日 我出了这夜里 必将是你的死心 太监哪里见过这种硬杆了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这边坐在御书房的皇上 一直盯着先皇后的面具一言不发 回想起与如意共舞的那一刻 皇上便吩咐太监将如意接出来 此事很快便传到了为贵妃的耳中 陛下把她给放了 一旁的侍女文言也是大吃一惊 皇上非但没有杀她 反而将如意宣去侍寝 气愤的为贵妃一把掀翻桌子 死死握住自己的拳头 看来这如如意 是不容小觑 为贵妃对如意恨到了极点 为贵妃会找到什么办法除掉如意 她在后宫中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